2011年10月的一个深夜,工作了一天的田燕子,睡得正香,玲玲。玲玲,一阵催命般的铃声打破了她的美梦,你爸爸被逮捕了。 一句话让田燕子疼得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打电话给她的是重庆市有阳县公安局的民警,田燕子着急的问对方,爸爸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她? 然而对方只是让她去一趟重庆,便不再多说,怎么回事,爸爸不是在湖南老家看房子吗?怎么会在重庆犯罪被抓,订阅酒窝谈其文,了解其文意识,一连串的疑问让田燕子头疼不已。 也许妈妈会知道些什么?田燕子心想,于是她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赶回老家,人还没到家,就接到家里电话,说妈妈白晓云被警方带走了,田燕子来不及多想,立刻坐上去往重庆有阳的火车,她相信父母是被冤枉的,她要去带他们回家,但是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会是一个她无法承受的残酷真相,田燕子双眼不满血丝,风尘仆仆的赶到有阳派出所,我想先见见我爸。 田燕子对民警说,民警同意后,随后便把她带到派出所大厅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并给了她两个塑料袋,田燕子茫然的接过塑料袋,一头雾水的看着民警,民警示意她打开袋子,没想到,袋子里面赫然是一堆白骨,田燕子的手不由自主的抖了起来,她控制住自己,尽量不把袋子丢出去,抬起头,疑惑的看着民警,民警又拿了张照片给她,照片里的是个年轻的男子, 田燕子看着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见过,民警告诉她,男子叫张宗玉失踪二十三年了,现在找到了就是袋子里的白骨,田燕子好不容易平稳下来的手脚又开始不听使唤了。 然而她更没想到的是,她看到的和听到的,让她觉得自己活了二十几年,简直就是个笑话,张宗玉是你的亲生父亲,被谋杀抛尸了。 先一范是你现在的爸爸田光贵。 什么?田燕子猛地抬起头,瞪大眼睛,眼珠子死死盯着警察,不可能,我不相信。 她嚷道,田燕子绝不相信,像宝贝一样宠着她的爸爸,不是亲生的,更别说还是她的杀父仇人,她一个字都不相信。 她要见父母,要听他们亲口告诉她真相,民警把她和爸爸田光贵母亲白小云带到一间屋子里。 田燕子刚进门,田光贵和白小云就哭着跪倒在地,祈求田燕子的原谅,我对不起你,我不配做你的爸爸。 田光贵哽咽地说,看到此情此景,田燕子的世界塌了,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捂着脸哭了起来。 她的爸爸是假的,那她是谁?妈妈呢?妈妈是真的吗?张宗玉、田光贵、白小云三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的恩怨?竟让他们谋杀抛尸,还要带着死者的儿子一起生活。 原来二十三年前,白小云是张宗玉的妻子,两人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叫张如鸣,也就是现在的田燕子。 张宗玉好吃懒做,经常对妻子费打急骂。 白小云自己一个人撑起一个家,身心俱疲,田光贵是他们的邻居,嘴巴很甜,每次跟白小云聊天,总能把她逗乐,再加上田光贵是个单身汉。 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白小云为了能跟田光贵长期在一起,就跟张宗玉提起离婚,谁知道张宗玉死活不肯。 田光贵让白小云再试试,实在不行,他俩在想别的办法。 后来,白小云又跟张宗玉提了好几次离婚的事,张宗玉非但不同意,还扬言敢跟他离婚,他就要杀了白小云。 白小云非常害怕张宗玉做出什么事来,心里一合计,打算先下手为强。 他跟田光贵说起他的计划,田光贵刚开始还很犹豫,没想到白小云反过来威胁他,如果他不去杀张宗玉,白小云就告诉张宗玉。 说田光贵强奸他,让张宗玉来搞死田光贵,于是一条治张宗玉与死地的毒计就诞生了,1989年春节前夕,田光贵来到张宗玉家,跟他说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张宗玉跟他一起去。 张宗玉一听,还有这种好事,那非去不可了,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们走到一个叫厕所坡的地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田光贵主动跟张宗玉摊牌,希望他跟白小云离婚。 张宗玉一听,俩人有一腿,气得头发丝都竖起来了,他暴跳如雷,跟田光贵争吵起来。 随后俩人便扭打在一起,田光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捅向张宗玉,这一刀直接捅在张宗玉的胸口,张宗玉倒下了,田光贵也吓得腿一软,跌坐在地上,死一般寂静的小山坡。 田光贵依稀能听到张宗玉虚弱的呼吸声,他失魂落魄地看着地上抽搐的张宗玉,血渐渐从张宗玉的身上缓缓地流出来,在地上汇成一条血河,一个多小时后,张宗玉没了呼吸,田光贵也缓过神了。 他很害怕,自己竟然刚刚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可他有什么办法,他也是被逼的。 他得赶紧把现场处理干净,他回家喊来自己的侄子,一起把张宗玉的尸体扔进一个深坑中,然后把地上的血迹清理干净,神不知,鬼不觉,回到家里。 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白小云,并告诉他,如果有人问起张宗玉,就说他去外地打工了。 第二天,白小云就谎称张宗玉去外地挣钱了,田光贵也以到外地打工为由,离开了村子。 半年后,张宗玉没有任何消息,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一句交代都没有。 要无音讯,时间一长,不免引起张家人的怀疑,张家人开始逼问白小云。 这一天,村长突然给张家拿了一封电报,说是张宗玉寄来的,张宗玉已经死了,电报从何而来? 原来是白小云实在没办法应付张家人的逼问,便把情况告诉田光贵,于是田光贵便以张宗玉的名义,在外地寄了一封电报到村里。 不计还好,这一季,张家人就更加怀疑张宗玉的失踪有蹊跷,正常的电报都有单据和印章,而这一封电报除了张宗玉的名字和几个说他在外地打工的字没有任何信息,而他们刚开始逼问白小云,电报就来了,未免太过巧合,白小云也知道,不走不行了。 于是他带着儿子张如鸣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有阳老家,张家人发现白小云失踪后迅速报了警,然而90年代,信息还不发达,警方侦查技术也有限,找不到白小云,电报上也没有任何线索,警方便把张宗玉失踪案给搁置了。 几年后,有阳县警方破获一个拦路抢劫案,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白某,为了减轻刑罚,白某主动交代,说要提供张宗玉失踪案的线索。 他曾经听一个人说过,张宗玉不是失踪,而是被杀了,尸体被抛在厕所坡的一个天坑中,好不容易有了张宗玉的消息,按理说警方应该高兴才对,但是所有人在听完白某的话后,都跟吃了苦瓜一样,眉毛都挤到一块了。 原来,厕所坡的天坑少说也有几百个,每个都有几十米深,要在天坑中找张宗玉,相当于在大海里捞一根针。 怎能不愁,但是有阳警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马不停蹄赶到厕所坡,警方开始逐个天坑展开搜寻,但是有些天坑实在太深,绳子都到头了,下去的法官连坑底都没见到,天坑的数量又多。 一番搜寻无果后,警方表示,再没有更多线索前,他们也没办法了,张宗玉失踪案再次被搁置。 直到2011年5月26日,警方展开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击捕再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的轻网行动,张宗玉失踪案才正式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时隔23年。 白小云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任何消息,警方只能用最原始的手段,拿着白小云和张宗玉的照片到处走访,上天不负有心人。 虽然没找到白小云,却有了张宗玉的消息,有一个老人跟白某一样,曾听说过张宗玉被杀的事情,他说张宗玉的尸体。 很可能是被抛弃在厕所坡南面的小山坡附近,时隔数十年,警方再次来到厕所坡,签订范围后开始搜寻,两名法官绑上绳子,下到身50来米的一个天坑中,里面环境复杂,黑区区的,伸手不见五指,底下有许多小洞口,有些得趴着才能通过,耳边不时还传来蝙蝠的叫声,甚是阴森恐怖。 据村民说,这个地方经常闹鬼,两名法官感绝头皮发麻,但转念一想,有个人在这里,等了他们23年,终于等到人来,带他重见天日,心也就定下来了,终于,他们找到一个头颅和一些碎骨。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确定这些骨头的身份是不是张宗玉,有杨警方找来张宗玉的哥哥,提取DNA化验,果不其然,天坑中的白骨就是张宗玉,那么是谁杀了他? 线索全都指向白小云,找到白小云,一切就真相大白了,警方是如何找到白小云的,田光贵又为何会暴露,白小云的照片被放到网上,全国通缉,与此同时,警方拿着白小云的照片继续在有阳县走访,终于在一个小山村里,有个木匠提供了线索,几年前,木匠去湖南里夜镇打工,遇到了田光贵。 田光贵十几年没见到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拉着老乡一起去喝酒,酒过三巡,话就像岛珠篓子一样,哗啦啦的往外吐,他跟木匠说,白小云跟了他,两个人生活得很不容易,穷苦潦倒,他们非常想念家乡,可是当木匠问他为何不回老家时,他却说,不想回去挨派出所那一炮。 田光贵为何会说出如此奇怪的话,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于是警方开始调查田光贵,发现张宗玉失踪后,田光贵就离开家乡,加上那封来历不明的电报,还有他跟白小云现在的关系。 一切都明朗了,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有阳县警方拿着白小云和田光贵的照片,来到湖南里夜镇走访,终于有了田光贵的下落。 23年前,白小云离开家后,便带着儿子和田光贵会合,一起来到湖南里夜镇的大山深处隐居,田光贵化名田老三,以打鱼为生,白小云则化名白妹,在家带孩子。 两人后来有一个女儿,据村民说,这家人很怪,田老三除了吃饭,从不下船,家里遭了贼也不报警,很少与人来往。 田光贵杀了张宗玉后,每天都受到道德和良心的双重谴责,觉得自己对不起田燕子,害得他家破人亡,于是加倍地宠爱田燕子,从来舍不得动手打他,生活在艰难,亏待了女儿,也不会委屈田燕子。 田燕子长大后,便到苏州打工,不久遇到心仪的女孩,就在苏州结婚生子,白小云为了照顾孙子,也搬到苏州。 只留田光贵一个人在家看房子,看到警察,田光贵仿佛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叹了口气,随后便把手缓缓地伸了出来,与此同时,远在苏州的警方也赶田燕子家,带走了白小云,送到重庆友阳公安局。 在警方的审问下,白小云和田光贵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案发经过,白小云说,他当时太年轻,不明白谋杀的后果,也没想那么多,用无知者无谓来形容白小云再合适不过了,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什么都不会害怕,但是无知并不能成为他谋害生命的理由。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他和田光贵也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苦了田燕子,深爱自己的爸爸,一夜之间成了杀父仇人,妈妈还是主谋。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剧情,那他可以很果断地站队谁是谁非,他也可以长篇大论。 如今,他成了主角,面对如此境地,他又该何去何从,一边是疼爱他二十三年的爸爸和亲生母亲,一边是在坑底冤屈了二十三年血浓于水的亲生父亲,田燕子内心的纠结,谁也体会不了,恨嘛,当然是恨的,但是从哪里恨起,从他有记忆起。 他的父亲就是田光贵,所有关于父亲的记忆都是美好的,爱嘛,肯定是爱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二十三年的细心呵护,不是假的,他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父母的爱,他同样也深爱着父母,看着白小云跪在他面前,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跟他道歉,儿子,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 他的心,如同被千万根挣扎了一样疼,经过一番又爱又恨的痛苦挣扎后,田燕子选择了原谅,事情已经发生了,仇恨又能改变什么,他能做的只有接受。 他在派出所跟父母说,我原谅你们了,然后转身带着父亲的遗鼓走了,你还会叫他爸爸吗? 记者问田燕子,不会了,我虽然原谅了他,但是爸爸是再也叫不出口了。 看着田燕子落寞的背影,让人不禁鼻子一酸,湿了眼眶,爸爸,我来带你回家了,田燕子如他来时想的那样,这一次他把亲生父亲带回去了,当爱和恨被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衡量标准,这道选择题没有参考答案,无论做什么选择,时间不会按下暂停键。 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希望田燕子能尽快走出伤痛,开始新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